这个选手呢他除了在国家队他是一个有双打的运动员 但是在回到青岛队之后他由于地方队不像国家队这样人才这么多 所以在有时候打团体的时候他会简单打 说明这名选手有比较强的贵人能力 14比12 明杨还是抢往硕 刚才的接发球 接发球他是直接放短球 这种男选手这样的接发球回球 在混双比赛里面并不是特别合适 因为他放完短球之后他盯住往前 对方一挑后场就是你的女同伴在后场 形成对你特别不利的一个站位 这段选拨马迹的把比赛出开了 这段选拨马迹的把比赛出开了 比赛出开了 于阳在往前抢不住 那么何汉斌现在不仅要照顾后场的高球 另外对方还可以推到或者平抽到中半场 他需要在中半场来处理 有的时候还要帮何汉斌去 帮于阳去补往前的空档 有时候何汉斌在场上 他需要照顾的面积太大 所以他们打得非常不利 这个球何汉斌在批对角的这一拍 批大对角的这一拍还是很聪明 他其实自己的位置不是特别好 刚才 大范围跑动到正手去批杀 如果他还是杀郑波这一边 郑波这个防守 打回来的球可能会对他们威胁很大 但是他利用大对角批到马进这一边 马进显得有点准备不足 出球的质量比较低 现在这个球啊还是马进在往前站着主动之后 他球过去之后过了球往是往下走 何汉斌呢那中半场只能是从下手平球或者挑起高球 郑波呢就在这边等着 居高临下还进攻 在间歇之后 郑波好像在场上有发封 比前半里面更差 把自己这边连续丢分 这波第一局已经两次发现失误 这是发了一个短球 居然今天在往前没有什么感觉 只有两三分球打得不错 从八分之后 那三分球 经过一个间歇之后 好不容易上来的一点状态又没了 鱼羊必须有这样的 哎呀 这个在头顶的蓝钓又失误了 鱼羊自己也老在咬头 风波马进获得了鱼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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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